舉例說我們有衣服放著 不知道他做到你的衣服 然後你看到了你會跟他說 來我拿一下我的衣服 這是就是我跟鍾心靈 常常在討論的事情 就是鍾心靈 追劇追的很厲害 那我就很佩服他的精神 其實我也是那種 會追劇的人 可是我覺得 我應該怎麼講我這樣講 我會不會得罪很多人 就是追了劇以後 你再回頭過來 你沒辦法演戲 因為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覺得為什麼人家劇本 寫得這麼好 所以你會有意見 但是這個意見就會變得你很難搞 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以前是戲劇王國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變成這樣 然後你說那是台灣的藝人 很寒滿嗎 台灣藝人演員不會演嗎 然後台灣藝人沒有藝術的精神嗎 其實都不是耶 就是 就是每個藝人都講啊 我們在等待一個好劇本 大家都在等待一個好劇本 大家都在等待一個好劇本 像說我們要從年輕人扎根啊 所以大家要參加這個為電影的比賽 其實讓一些創作者 提早進入這個創作的原地 他們提早去摸索 去碰到很多問題 去發現很多問題的時候 然後 就是 我們的戲才會早一點變得好看 那個傳承很重要 無論是演員 就是對演員 演員有演員做演員的道德 工作人員有現場的工作的狀態 然後就是每一個部門 有每一個部門需要了解的 跟行規 跟一種尊重 跟態度 這些其實都要從頭學起 像現在很多資深的藝人 很多資深的演員 他們就是很生氣 就是在現場不被尊重 這件事情他們很生氣 就幾個老演員紛紛說 他們想要退休了 因為他說 我幾歲的人 我在現場還被這些年輕人降教 而且是執教名字 我就說 這個真的是 我現在會不會得罪人 工作人員嗎 這是現場的 現場 所以我覺得 基本的尊重要有 但是也有一些年輕的藝人 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禮貌 工作非常好 沒禮貌 多得多 多得多 舉例就 你說 我不講名字喔 舉例說我們有衣服放著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工作了 然後他來啊 他要做啊 他就蹦 坐下去 但他不知道 他做到你的衣服 然後你看到了 你會跟他說 欸來 來 我拿一下我的衣服 他不會跟你說 SORR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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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